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再刻意追求深度和内涵 而是向观众妥协 成为了一部爆米花电影 在观看正义联盟之前 假如有人给你讲了剧情 可能你会觉得剧情太弱智 但你看过电影之后就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海王在家乡遭到袭击 刚古在附近惨遭绑架才决定挺身而出 使得电影做足了铺垫 他们也是经过了强烈的思想斗争 并非一开始就有舍己为人舍生取义的高尚品质 刚古起初认为自己是个怪物 将自己隐藏在外套之下 不愿敞开心扉 但当他发现 世上还有一群和他一样的怪物 当他倾听了神奇女侠的心声 终于决定与自己握手言和 闪电侠本是不安适事的年轻人 母亲的去世 父亲的锒刀入狱 使他变得格外孤独 他与普通人的社会格格不入 这也是为什么他爽快地答应了蝙蝠侠 因为他需要同伴 故事的最后 在对人性重新燃起的希望所驱使 以及被超人的英勇之举所感染 布鲁斯韦恩与他最新的盟友戴安纳普林斯一起组建了一支超强队伍 应对更强劲敌的来袭 虽然这对联盟的各个超级英雄都大有来头 神奇女侠 蝙蝠侠 海王 刚古与闪电侠 他们首度集结 这群超级英雄克服磨难与挫折而拯救了世界 他们得到了人们的尊重与感谢 他们在大家眼中代表正义与光明 他们再也不用躲躲藏藏 再也不用做黑暗骑士了 整部电影对角色的形象塑造 团队的磨合 蝙蝠侠和神奇女侠的产生分歧和互相理解 海王与刚古的矛盾相向和宾式前嫌 超人与大家的同事操歌和卧手言和 光明与黑暗的探讨 人们将超级英雄当作精神寄托等主题都有所设计 只不过因为篇幅有限而不够深入 电影和文学 戏剧 绘画等艺术的最大区别在于 电影有独特的艺术语言 而这种语言不仅仅是剧情 视听效果也是电影的一部分 剧情足够优秀的时候可以弥补视听效果的不足 反过来说 视听效果足够优秀的时候也可以弥补剧情的不足 《正义联盟》虽然剧情简单 但做到了上面所说的剧情流畅节奏良好 并且没有明显的漏洞和硬伤 让观众看得很爽 愿意忽略剧情的问题 那它就是优秀的爆米花电影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儿了 喜欢的话请点赞或者转发哦 我是电影兔不在家的于硕 我们下期再见